剛剛練習的是用這一個,就是只有定義開獎101 然後這邊的話是用一個什麼A,然後後面這邊A2把它改成A1 但是如果說你連這邊都要定義名稱的話 其實你一行程式都不用改 不過前提的話就是說你 就還要再把什麼 把那個另外還有幾個地方要定義 這個底下的名稱要變成號碼 這個底下的名稱要變成101 不過它是那個什麼 它是數字開頭,所以 可能前面要加一個底線,或者前面加一個不是數字的一個字元 這個要定義,這個要定義,我看一下公式裡面 我們現在都還沒定義,所以如果你要定義的話 當然我講過了,你可以有不要放A2 有不要先放A1C Ctrl C 然後呢把優標放A2Ctrl Shift向下 那這邊給一個名稱,把它貼上Enter就可以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不過我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更快,就是說如果你這三欄都要定義名稱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優標放在A1到C1,然後Ctrl Shift向下 選的時候記得要把它的欄位名稱一起選 還有它下面的範圍一起選 那我們可以用那個公式裡面有個叫什麼 從選舉範圍建立 這邊的話請你選什麼,選那個頂端列喔 所以公式裡面的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 那這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喔 我上面這個是它的定義名稱 下面是它來源的範圍喔 所以它 而且一次可以定義很多欄喔 比如說你有很多欄 那你可以一次選起來,一次全部都幫你定義好了 所以喔,像剛剛這個地方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名稱管理員裡面喔 就又增加了三個名稱 不過你會發現啦,在這邊會自動幫你加底線 為什麼?因為那個定義名稱開頭不能是 數字喔 所以喔,定義這兩個 就這兩欄,然後還有一個號碼 如果你有這兩個喔,你才可以用那個我雲端 白板上面的這個公式喔 我們剛剛是寫成這樣子 如果說你剛剛那個定義好之後喔,你如果要用我雲端上面的 這一段就是 全部改為定義名稱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這一段Ctrl-C 貼到哪裡呢?貼到這邊來 這個就可以Ctrl-V了 這樣才可以喔,也就是多定義這個 跟這個,還有這兩個 那 好處就是說喔,我直接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基本上 就完成了,而且喔,你會發現所有的 範圍都變成什麼,都變成名稱了 另外呢,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呢,以後如果說你通通變成名稱的話 你如果要把這個公式讓VBA輸出的話 其實你只要做貼上就可以了 為什麼?因為一個字都不用改 所以喔,如果你用全部都定義好名稱 然後呢,公式裡面也都用名稱的話 你其實喔,如果要用VBA輸出的話 這裡面喔,一個字都不用改 直接貼上就好了 OK,大概是這樣子,那請各位 試試看喔,剛剛好像有同學遇到這個問題喔 就順便講一下喔 就得到那一位 我們可以留學 你讓我看 然後就算呢 我 trouble